上个单元我们看到国内的创客风潮 年轻人将脑袋里头的创新点子具体实践 自己研发制造出创新产品 事实上这风潮不只是玩乐DIY 甚至已经开始改变社会经济跟产业发展的趋势 不少年轻人就此开启了他们的创业梦 他们加入共同工作空间 租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只要脑子里头有创意就可以找到创业的商机 像是台北市的地下联云企业社 就是由八位从英国留学回台的好朋友 一起组成的联合办公室 营运五年来七家设计品牌都经营有成 另外也有创客聚落 不但是提供工作空间还会协助行销找资金 继续这个单元 带你来看台湾各地正在蓬勃发展的创客经济 要把脑袋里的创意生产设计成产品 过去许多人因为找不到资源难以实践 好点子就只能够留在脑袋里空想 这几年台湾陆续出现结合空间和科技机具的平台 让创作者可以共享资源将创意打造成真 一人一张桌子也能够创业找到商机 动手做把想法实践出来 蓬勃的制造者社群和小量生产制造商Maker 正在推动的是全球制造业的民主化 如雨后春笋般开设的Maker Bar创客空间 让创作者不用自己花大钱购买机台和3D列表机 就可以有设备将它们的创意变成食品 而大约近3%的Maker有机会踏入创业之路 经过好几年的就是好玩这样子 它变成了一个产品 它也觉得很意外 它其实不是要做那个产品 可是偶然间就是被接收了这样 所以它就会进到那3%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我们觉得Maker好像都好成功这样 然后都是创业这样 Maker它其实比较是源自于不一样的出发点 在于说我们可能一开始 我们就是想要尝试把一个project给做好 我们想要改变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当成一个business 其实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想得那么多 但它未来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business 其实还是很有可能的 从完创意到创业 对只爱做东西的Maker来说 隔行如隔山 创业路其实并不容易 因此原本单纯提供机具的创客空间 也开始引进co-working space 就是所谓共同工作空间的概念 我们的切入点就是先有空间 有空间之后聚人在这里 所以经营社群 再来他们需要的一些资源 在国外他们已经开始 慢慢的这个Maker变成是一个产业 他们有很多资源 除了空间以外 再怎么有一些硬体加速器 怎么样帮他们 比如说设立公司 怎么去找到生产的资源 怎么去找会计的问题 管理的问题这些 其实慢慢的都有一些组织出来 提供合理的价位 及便利舒适的办公环境 让创业者只需要一台笔电就可以进驻 共同工作空间受到许多新创团队的青睐 位在台北市京华地区 地下联云企业社的办公室 是Maker尤生瑶 从英国进修回台后 和八位留学好友 合组的共同工作空间 合组办公室直接利益 就是说你的成本降低了 你可以去share网络水电源费用 然后你地点可以找好一点的 因为比如说一个人只要五平的话 五平你不好找啊 可是四十平的物件就很好找 欢迎来到地下联云二号分部 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 那这边有另外一位也是插画家 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个团队 这个是东西设计 那东西设计是负责装针 对 跟一些平面设计的业务 对 然后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一个是Amy 一个是黛黛 对 那我们都是专门做举牌小人的东西 对 好那最后这边有一间是 折思创意 那折思是负责广告跟行销整合 在五十平大小的空间一起创业 将英国盛行许久的分享工作室概念 带入台湾 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想法很好 因为第一个我们可以常常见到自己的朋友 可以互相聊彼此的想法 那第二个就是房租也会比较便宜一点 对啊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好那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 也要一起搞这样子的工作室 对啊 那其实搞这样的工作室 也不算说真的太难了 我们就是租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与其八个人找八件不同的公司 还不如就是大家来一起找一个工作室 一起share这样子 合租工作室一起分担房租 水电 网路 共同工作室提供了最便宜的场所 让年轻插画家李翰 刚开始创业时确实节省了不少开销 他跟受惠与好友之间 没有利益关系的帮助 要是你的cold walking space 也只是租一个 租一张桌子 然后坐在那边 你每天去那边坐在那边 然后你也没有跟其他的同事 或者是同样空间的互动的话 基本上那个就不太算是 cold walking space的概念 对啊 那我觉得我们的好处是说 除了就是idea的交换上面 有的时候精神上面也是互相扶持 也是还蛮好或是调剂 创意激动点子互换 是共同工作室最大的好处 观察李翰这群cold walking space的创业者 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 短裤 T-shirt 穿着和他们的创意 一样的自由随性 他们最在乎的 是如何将满脑子的想法 可以转换成商品 让消费者认同 年纪月末三十岁左右 多是重度的社群使用者 而创业的知识也多来自于社群网路 以前像我爸爸那年代 他就说他自己创业的时候 他为了去学一些行销的东西 他要去读很多书 他会计他要去上课 课程都很硬 那个书都很石板 然后我就觉得天啊 头很痛 可是像现在 你不觉得你自己在逛Facebook的时候 你就发现常常有人就会po一个 我马云今天说了什么 然后郭台云今天说了什么 然后行销大师就是说行销要怎么做 然后那些东西突然变得很软性 分享空间 分享经验 还有分享新鲜事 当初在地下联云 一起创业的小公司 成长得都很快速 二十二设计从原本的三个人 现在是八个人的设计公司兼制造工厂 李翰的一人插画公司 现在也有了三个工作伙伴 地下联云从一间办公室 扩张开启了第二分布 我的理论基础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能够互相在创意的过程中 销换想法化 可以让创意的成品品质好一点 这是我的简单的信念 传统厂业不是这样吗 比如说我们做代工的 代工是抢订单的 大家的制造技术差不多 是谁能够抢到订单 或谁能够独门发展出某一个 小小的技巧 就能够得到那个经济的果实 对 那跟创业产品不一样 创业产品就是反正大家互相share 那东西会越雕磨越好 创客不需要单打独斗 在共有的工作空间里 互相切磋减少失误 更可以接触到不同领域的创业人才 脑力激荡 让创业路走得更轻松 无形中也增加了成功的机会 而如果你不像游生窑或李翰 有好友合租办公室 近年来也有不少的创客聚落 有的你只需要每个月 花3000到3500元 就可以租到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开始创业 有些会介入多一点 参与辅导 甚至投资新创团队 我们成立了一开始的目的 初衷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够让很多中部在地的这种创业家 尤其是年轻人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空间 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创业 不只是提供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为在台中的这个创客聚落 发起人洪圣伦更重视 共同工作空间里的伙伴 要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创业力量 我们就希望让Cowalking Space 能够先有Cowalking 然后再有Space的概念 以这样的方向为前提来出发 然后让很多的人 可以跟我们因为有合作 所以就能够藏入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共同来打群架 形成一股力量 我们希望让不同专长的人 能够在一个空间里面 其实是真的希望促成他们的合作 来让他们在从零到一这一段 创业的时候 能够有比较顺畅的一个开始 上百屏的创客空间里 有12家新创团队进驻 他们就像大企业里的每个部门 有的是网络设计团队 有的是行销企划专场 还有品牌设计以及活动公关 有专案时可以合作执行 平时则是各自独立的公司 它在成本上的优势是比较明确的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 大公司的情况之下 你就得养很多很多的人 你必须要有很固定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高的 特别是其实近几年来 工程师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 我们是直接跟这样的团队合作 那么我们在沟通的成本上 在合作的效益上 都会比我们自己 直接去bill一个这样的团队 还要来的成本低 其实都有创过业 都遇到 你一开始的想法很单纯 但是踏入一个创业领域中 发现哇 原来拿出我们的专业来面对的问题 可能不到10% 大部分90%的时间都在处理一些 跑国税局啦 跑哪里啦 应付这些劳保局 光劳保就搞很多次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问题 其实在事先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应该先准备好这些 这些应该要准备 要怎么处理这些 它会更快速地 从它的专业来延伸 这个服务项目 汤食 木制笔 梳子 还有木块 满桌精致的木制品 都是出自maker谢锦庆之手 五年多前 在新竹监狱工作的他 利用闲暇时间学木工 因此爱上了木制的手作品 刚开始我这样全心投入木作的时候 也还好 我有一些在监狱上班的积蓄 那这些继续有点 刚开始cover过我自己的生活费 然后我也在市集里面 有接了一些订单 然后市集所贩售的一些商品 有些稍微的利润 所以看来让我撑过这一段时间 谢锦庆不顾家人反对自己创业 但他并不满足于 在创意市集里摆摊 他想要打造自己的木作品牌 找上了红圣伦帮忙 因为网路现在非常的发达 我每次只要上FB的时候 就会看到光明点 这三个字 有很强大的一些师资在这边 例如说创业的一个课程 还是说经营品牌的 或者是说如何去经营自己的FB 粉丝专业 还有这里比较多的资源 就是说资源共享 最特别的一点就是 他这里的办公的地方 如果说有客户要来 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会议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一个空间 就我们空间本身我们能提供的 当然最基本的就是一些财务上面 法务上面 税务上面 会计这些基本的专业咨询 再来创业家其实前期 还有一部分是需要资金 所以我们也会帮他协助媒合 比如说可能是天使投资人 或者说是创投 或甚至是可能是channel通路的媒合 或者是一般商业性的一种结合等等 这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共同工作空间当中 可以提供的服务 当股市大跌房市跳楼 台湾经济一片低迷看衰的此刻 全台各地的创客聚落 却正撒下种子等待开花 年轻的制造者们证明 共同合作的未来 或许可以再创台湾的经济价值